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 除教节又名逾越节进了 祭司长和文士 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 是因他们惧怕百姓 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 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 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 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 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 他应允了就找机会 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 把耶稣交给他们 除教节 去载逾越阳高的那一天到了 耶稣打发彼得 约翰说 你们去 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 好叫我们吃 他们问他说 要我们在哪里预备 耶稣说 你们进了城 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 你们就跟着他 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 对那家的主人说 夫子说 客房在哪里 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 他必只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 你们就在那里预备 他们去了 所遇见的 正如耶稣所说的 他们就预备了 逾越节的筵席 时候到了 耶稣坐席 使徒也和他同坐 耶稣对他们说 我很愿意再受害乙仙 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 我告诉你们 我不再吃这筵席 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 耶稣接过杯来 注谢了 说 你们拿这个 大家分着喝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只等神的国来到 又拿起饼来 注谢了 就掰开 递给他们 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得 你们也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 说 这杯 是用我写所立的新约 是为你们留出来的 看哪 那卖我之人的手 与我一同在桌子上 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 但卖人子的人 有祸了 他们就彼此对问 是哪一个要做这事 门徒起了争论 他们中间 哪一个可算伟大 耶稣说 外邦人 由君王为主 治理他们 那掌权管他们的 称为恩主 但你们不可这样 你们里头 伟大的 倒要像年幼的 为首领的 倒要像服侍人的 是谁为大 是坐席的呢 是服侍人的呢 不是坐席的大吗 然而 我在你们中间 如同服侍人的 我在磨练之中 常和我同在的 就是你们 我将国赐给你们 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 要你们在我国里 坐在我的席上吃喝 并且坐在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主又说 西门 西门 撒旦想要得着你们 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 要兼顾你的弟兄 彼得说 主啊 我就是同你下奸 同你受死 也是甘心 耶稣说 彼得 我告诉你 今日鸡还没有叫 你要三次说 不认得我 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拆你们出去的时候 没有钱囊 没有口袋 没有鞋 你们缺少什么没有 他们说 没有 耶稣说 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 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 没有刀的 要卖衣服买刀 我告诉你们 经上写着说 他被列在罪犯之中 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 因为那关系我的事 必然成就 他们说 主啊 请看 这里有两把刀 耶稣说 够了 耶稣出来 照常往橄榄山去 门徒也跟随他 到了那地方 就对他们说 你们要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于是 于是 离开他们 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 跪下祷告 说 父啊 你若愿意 就把这杯撤去 然而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有一位天使 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 加添他的力量 耶稣 耶稣极其伤痛 祷告 祷告更加 恳切 汉珠如大血点 逼在地上 祷告完了 就起来 到门徒那里 见他们因为忧愁 都睡着了 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睡觉呢 起来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说话之间 来了许多人 那十二个门徒里 名叫犹大的 走在前头 就近耶稣 要与他亲嘴 耶稣对他说 犹大 你用亲嘴的暗号 卖人子吗 左右的人 见光景不好 就说 主啊 我们拿刀砍 可以不可以 那中有一个人 把大祭司的仆人 砍了一刀 削掉了他的诱饵 耶稣说 到了这个地步 犹他们吧 就摸那人的耳 把他治好了 耶稣对那些 来拿他的祭祀长 和守殿官 并长老说 你们带着刀棒 出来拿我 如同拿强盗吗 我天天捅你们在殿里 你们不下手 你们不下手拿我 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 黑暗掌权了 他们拿住耶稣 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 彼得远远地跟着 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 一同坐着 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 有一个使女 看见彼得 坐在火光里 就定睛看他 说 这个人 素来也是同那人 一伙的 彼得却不承认 说 女子 我不认得他 过了不多的时候 又有一个人 看见他 说 你也是他们一党的 彼得说 你这个人 我不是 约过了一小时 又有一个人 急力地说 他实在是 同那人一伙的 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 彼得说 你这个人 我不晓得 你说的是什么 正说话之间 鸡就叫了 主转过身来 看彼得 彼得便想起 主对他所说的话 今日鸡叫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他就出去痛哭 看守耶稣的人 戏弄他 打他 又蒙着他的眼 问他说 你是先知 告诉我们 打你的是谁 他们还用 许多别的话 辱骂他 天一亮 民间的众长老 连祭司长 带文士都聚会 把耶稣带到 他们的工会里 说 你若是基督 就告诉我们 耶稣说 我若告诉你们 你们也不信 我若问你们 你们也不回答 从今以后 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 他们都说 这样 你是神的儿子吗 耶稣说 你们所说的是 他们说 何必再用见证呢 他亲口所说的 我们都亲自听见了 是神尤 这位是神尤 是神尤